一直以来中国始终曾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但是近来越来越多国家挺身而出 指控中国不思解决产能过剩 放任轻销的问题肆虐全球 不仅都为访华的美国官员当面向北京指出该问题 就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法国 也遭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 跟欧盟委员会主席逢得莱恩联手的质问 但是习近平仅仅只有轻描淡写的回应说 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究竟中国产能过剩跟倾销的问题由来已久 为何现在突然变成了全球围攻的肩膀呢 现在的产能过剩跟过去有何不同 北京该如何的有效应对 欧盟当中虽然许多国家不满中国 但是大国之一的德国态度却相对的温和 德国有可能成为欧盟在该议题上面的懒乐吗 欧美对中国发起新一轮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美国拜登的强硬态度又有几分是选举语言呢 这一期的明镜新闻专访邀请到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驻研究员王国成 来为观众解析中国难解的产能过剩跟清销问题 好 老师想请问一下 最近可以看到说中国产能过剩跟清销的问题 一直被欧盟跟美国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给提起来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中国它产能过剩跟清销的问题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现在突然变成全球 包括一些新兴国家什么印度啦 然后印尼啦 很多国家都开始也在攻击它的这一点 这个部分应该分两个区块来探讨 第一个是欧美国家关注的是书三样 也就是所谓的电动车米电池跟太阳能电池 那这属于比较前瞻的绿色产业 那印度或者是新兴国家新兴市场国家 他们比较关注的是传统的制造业 甚至包含了部分的ICT产业 那比如说更最明显的事项是钢或者是一些绿 那因为中国大陆的房地产颓迷 所以产生了大量的无用的钢跟铝 或者一些建材水泥等等 然后借其傾销到新兴市场国家 所以是两个部分造成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刚刚已经说到 因为中国大陆的房市推迷 所以加剧了这个由来已久的产能过剩 第二个是欧美国家对于新三样可能引发的忧郁 那最后补充说明点 中国大陆的新三样看起来是对欧洲产生了一个大量薪销的效果 可是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新三样占它的出口比率仍然是有限的 不到一层 只是说刚才强调说对欧洲来讲可能是很具体的 或是很大量 可是对中国的总的出口程度仍然是有限的 所以中国他辩解说我并没有产能过剩我并没有清销 其实是以他自己的数据来看也是不无道理是不是 确实是 就是现在占中国出口的比例没有这么的高 那可是欧美看的不是当下或现在 而是说他担心一旦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或者是新三样大幅的清销到欧美之后 形成一个价格破坏 然后变成说 垄断中国大陆系列垄断了全球的电动车市场 那欧美怎么办呢 那你就回到了就是叶伦讲的冲击2点 我甚至觉得不是冲击2点 可能是3点或4点 因为如果时间拉长来看 从2000年之后的液晶型面板 液晶面板到后来的太阳的面板 都造成了全球价格的破坏 那其他的厂商都被中国大陆打趴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 透过技术来赢得消费者的选择 而是中国大陆透过的价格 把所有的潜在场场都打趴了 所以液伦强调的是未来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欧美它其实采取了蛮积极的措施来应对这一点 像那个美国它就是又发起了新的301 然后欧洲也开始就是调查 像上个礼拜好像有那个医疗器材 那如果说照您刚刚来讲的 中国它目前这个新三项 它只占了出口只有一成 然后欧美又看未来 那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因为要看未来 所以开始启动一些调查 这个是OK的吗 就是意思说我觉得你现在的一成 以后会成长到两成三成四成 所以我现在要调查 你甚至是要寄出一些措施 这个是OK的吗 第一个就美国来讲 它看的不是所谓WTO的双反 所以你刚才特别提到的是301 那是按据它的什么公平交易法 或是外国贸易法等等 所以它就认为说你今是不公平的贸易 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本身就有 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 它就咬着这一点 那就欧洲来讲它采取的是反经销 甚至它也可以采取反补贴 那通过大陆的 当然你说过补贴是个明显的作为 所以他们就打了这一点就够了 是 好 所以他们目前采取的就是 虽然说我们刚刚是那样讲 但是他们还是有找到现行法律 可以去 去检视的 现行法律就对了 当然的 第一个就是有几个老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补贴嘛 第二个是晋升总理 也就是也跟补贴有关 另外一个是跟国有器有关 是 所以中国大陆向来这几年强调国金民退 所以你要找到毛病已经查得到 那对欧洲来讲 已经有部分的产品已经卖到欧洲去了 所以他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反行销 那当然就方便是美国 美国现在基本上对中国大陆的电话车进口 趋行于地 所以他为什么用神秘的原因在这边 因为没有奇效 这个时候拿来的奇效是你问的 好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在讲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我们知道说其实中国产能过剩 也不是什么新的问题 那所以我想问的是 他现在的产能过剩 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我会认为说 中国大会从来就没有意图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所以 就是严格说起来唯一有在解决产能过剩的方法 因为措施就是在2012年之后 就是4万亿 就是我们4兆人民币的振兴措施之后 产生了大量产能 而这样大量产能 中国大会透过的方法是 清销到一带一路国家 对 都卖过去 所以我说他 中国内部是根本就没有 打算在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那么对应过来 就是回到第一点 中国大会采取的方法就是出口 出口他的产能过剩 然后顺便赚钱 所以说要打消产能过剩 或库存 那你是要叫中国大陆任劣亏损 把它给掩埋掉 这也不可能他的做法 所以等于说 即便面对到 这么多国家的一些法律的挑战 他们仍然没有说 想要稍微收手一点 收手一点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宝宝的很苦 还说不出来 可是中国大陆 他现在如果不要出口扩张 那么人民币是不是要贬值 他们中不到外汇嘛 对不对 所以人民币就要更贬 那人民币更贬值 那对他的中国大陆经济危机 是好事还是坏事 所以他当然是希望多赚点钱 然后回过头来 透过这些外汇来压抑国内的债务亏损 那你现在叫他不要出口 那不是要他命吗 那当然讲的很好的意思是好听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的量景是全球第二大 如果他还是一味的追求出口扩张 那全世界的 全世界要买多少中国货 才能够弥补中国大陆的债务亏损 所以他一定会造成各国的 面临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清销 所以对各中国以外的国家 或欧美来讲 甚至包含台湾都可以理解 这样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清销 是一件不好的事 可是对中国大陆自己本身来讲 他也必须要这样做 来压抑自己内部的情统风险 所以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场 是好那另外我们刚刚也是看到说会不会收手 但是你是说应该不可能 因为他自己内部的一些风险就很多 如果现在在收手可能会越来越那个 那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让他们没有办法停止相关政策 但是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有政治介入 就是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美国之音 他引述那个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一个报告 然后他有讲到说习近平家族从政治 政府的补贴跟参与主要是那个电动车厂 他就是去建一些电动车厂来获利 有一个是英国籍的商人 叫做什么牛 我来看一下福大牛 然后他娶了习近平的妹妹 齐安安的女儿 对然后他就是主要在经营电动车厂这一部分 那我要讲的是会不会是有一些中国高层 他们的家族的势力在里面 然后从中获利 导致于说这种利益集团的介入 让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收掉这一些收手 做出一些收手 就是让他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 当然这个原因我们不太说 可是它到底影响到多少其一个决策 我觉得是怀疑的 因为他们叫新门原汽车 我们叫电动车 这个电动车的发展是从温家宝时代就开始的 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那个电动车在温家宝时代就叫做战略性基金产业 然后一直到中国制造2025都有电动车 所以他这个电动车本身就是一个中国大陆在关注的产业 那我另外一个是你回到汽车产业这个行业 他跟房地产业是有高度的产业关联系 他可以带动很多的相关产业 他也是某种程度的龙头产业 另外一个电动车的特性在于说 他不需要引擎 所以也就实现了中国大陆跟欧美国家汽车产业的弯道超车 所以他不管什么各种因素加重起来 中国大陆发展电动车是必然的 而且不是习近平任内才能做 所以特别抬高利益集团的说法 当然我不排除 可是这种就不要偏政治的说法了 是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欧洲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那个 特别是电动车的部分 可以看到欧洲它的反应其实还蛮大的 对就是欧洲里面很多国家都在讲说 他们的一些就是中国的产能过程对他们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 他欧盟里面最大国之一德国 主要国家之一德国 他的态度其实是相对的温和 但是照代理讲说就是 德国他也是汽车工业是他相当主要的工业 应该对他冲击很大 但是他态度却相对的温和 所以是不是说 就是德国有可能会变成那个欧盟在这个议题上面的一个破口 就是让中国去突破了一个那个 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不是欧盟的分家 所以这个要先胜利 那就个人来看我觉得 德国的态度很大程度是跟中国的贸易有高度的连接有关 所以在当下他很难说什么或做什么 那德国现在也在慢慢的降低跟中国大陆的经贸依赖 所以不代表说未来不会强硬 那现在就要看说他要提前的超前的对中强硬呢 还是要继续再压制一段时间 等到脱钩到一定程度或去风险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对中国表态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拧集到汽车工业也是德国很重要的资助产业 对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德国当局现在是现在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你现在准备还不足到对中开始全面的开战 可是呢如果再拖下去自己本身的资助产业会受到危机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德国专家啦 所以我不晓得他在这一年内会不会有明显的像某一段白档 那不过你可以从欧盟对中开始陆续的反经销调查 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德国的放行那是不可能成熟的 所以代表德国的态度仍然是有些偏向对中 采取一种不要遏制或威压的态度啦 会不会觉得有点阴谋论 就是会不会说德国他其实就像您讲的 就是欧盟的这些措施你没有德国的允许或者是默许 他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等于说他可能透过欧盟来施压 但是为了中国的市场来说 他自己本身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又相对的态度温和 这样子去玩这个两手策略 当然当然我觉得像德国就是你说的太方向在做 因为各别国家不许素 用整个欧盟力量来对抗中国 那他有其他参加助小的地方 跟他的技巧上面可以去做考 所以像我们可以看到说欧盟现在动作越来越多 然后美国再加上说现在在大选 您觉得说欧美这样子 还不论说一些其他新兴国家可能也在采取的措施 光看欧洲跟美国他们最近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 您觉得说再发生新一轮的贸易战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新一轮的贸易战 那你要看什么第一贸易战是关税战吗 对关税战如果说 还是说过去的什么科技战啊等等都算贸易战 对如果说像那个之前川普那样子就是加关税这样子 我对你什么东西加关税那你也反制我这种 你来我往的这种贸易战关税战 我觉得这要分两块 第一块的话是说 我觉得如果美国真的要做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川普那时候已经加了很多关税 可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他都有大量的豁免 那与其你要加启动新一轮的贸易战 你干脆把那些豁免项目全部拿掉 他就是就回复到川普那时候施加的关税 所以他不这样子做当然是偏向新一轮的言 那当然你退一步来讲 现在有没有可能发展全面性的贸易战 那从川普时代到现在 看起来采取贸易战本身就是一个 在经济学上面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 为什么第一个 你对中国大陆施加关税 你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要平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抵察 可是你一样这些 因为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不会因为中国就改变 因为厂商会转移到其他国家 就比如像台湾现在又对美国的贸易损差大幅提升 所以就关税战来讲 你达不到平衡美国对全球的贸易支援 所以为什么后来从贸易战走向精准打击 也就是科技战或者是一些金融上面的动吓或资产 所以真的要采取贸易战的机率我觉得不高了 那当然你现在回到的问题是说 那他现在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美国没有从中国大陆进口变动车 所以你可以刻三一刻到百分之百 百分之两百 百分之三百都没有意义 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输出 所以这方面当然还是一个选举业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打了一个空爆弹 但是如果像之前拜登讲的 他不是在某一次的那个竞选场合上面说 他如果说调查处置的话 他可能会把中国的钢铁税增加到三倍 那你觉得这个也是选举的预言吗 钢铁税我就不要怀疑了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要考虑到 中美国自己内部的通货膨胀问题 那你私家关税不等于进口价格要上升 那不是对美的物价又是一个伤害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要考虑到 国内美国国内的物价问题 那当然是说假设就是 美国不需要这么多的房地产 不需要这么多的钢铁 那你就定当别论 所以你觉得说可能还是实行的 可能性没有那么大 对 除了针对新三样 可能会有比较明确的精准打击 我透过301的方法 针对个别产品来进行提高关税 而不会像是川普时代的全面性的提高关税 除此之外你都觉得说 可能要以选举预言来看待比较合理 当然当然 而且现在川普现在想法又比拜登强硬 所以他们两个在说话嘛 看着说得多就对了 好久很可疑的中国大陆 所以 两边都在打他 那如果说最后 其实中国他应该也知道说 现在美国大选出来了 就是即将要举行 然后他们两边在这样讲 他自己也应该知道说 这就是反华派啊 中国派啊 就是一个讲的比一个严重 所以他应该也不会 就是认真去看待吧 不会认真看待吗 还是会的 可是现在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会的是说 你对我 关税制裁 所以他已经率先针对部分产品 也是寄出了 那个反行销嘛 对不对 所以该反制的还是要反制 是 就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 中国梦面词问题 是 第二个是说 习近平到底比较喜欢拜登 还是比较喜欢川普 你觉得呢 我们调查结果 但是我们有去收智库报告 那就智库来讲 但我觉得 习近平的男人会比较喜欢拜登 因为拜登的可预期性比较高 他的做法 相对川普来讲 好像比较严厉 因为又有持续性的 持续性的解说 是 可是川普的 那种不可预测 限制全球的恐慌嘛 实在 对 所以习近平 某种程度也只能 默默的被拜登打 如果他太反击太极业的话 那不是帮川普出选嘛 那川普上来不是他更照样 对不对 我觉得川普上来 对 如果中国拉估够清楚的话 他应该是坚决反对川普上来 因为川普的选举失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没有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所以川普这个位置上来 他一定会要到他要的东西 而不会让中国继续开空投 对台跟对美是两位事 如果你今天对拜登对美国措施太过强 让川普上来 我觉得有人会被杀头 对台就算了 对不对 你打打打打打到美国的川普上来 我觉得习近平一定会找人算账 好 那最近我觉得他们内部也看到 可是你打台湾不会出亂 太大的论子 嗯 而且要不起台湾人可恨你 然后去投民主党 那现在不就这样 对啊 台湾人恨你 所以他来讲不会这样 对啊 好 题外话 对啊 其实幸运也不会把这些人拿去困扯 可是在川普上来 我觉得你会有票人会 会很惨 好 所以想问一下说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中国才能过正 最近就是很焦点的一个话题 所以想请问一下 针对这个话题最近还有什么观察点吗 比方说 比方说调查的那些 那些美国啊 欧洲他们启动的那些调查 感觉不是短时间之内会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如果说关心这些议题的 观众朋友他还有什么可以去观察的呢 观察的 嘿 什么观察点 嘿 等一下 那个 观察点我觉得 美国大选 就是去看说 他们有没有进一步 应该说 他会不会有更多的项目寄出来 你说欧美吗 欧美 比如说你现在针对某一项产品 那你现在会不会针对其他项产品 也提出反行销调查 那根据我们的最终就比较细了 从一月到现在他们大概已经全球对中国已经提出了42项的反行销调查 全球 对一到一到四一到四月 大概是去年的六三分之二 对因为提前半个月 提前一个季 那去年大概是一百零二期 而今年一到四月 以四十二期 你说去年一整年是一百二十期 一百零二 一百零二 对 那光今年一到四 以四十二 所以我觉得后续 当然就是您说的 一项一项调查没这么快 要走完程序 那大家会不会针对其他项目才发动 新的反行销调查 好 好 那我们就再持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数据的一些增加 看哦 越来越明显的提升 好啦 今天谢谢王老师哦 耽误你的时间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